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有一個圓 我把它分成四個圓弧 那這四個圓弧差乘等差 乘等差的話我們可以怎麼設 我假設第一等份 第一份它是x-3d 然後公差我假設是2d 再來就是x-d 再來是x加d 再來是x加3d 那公差等多少呢? 公差就是等於2d 這個減這個是2d 這個減這個2d 因為設成這樣子的話 你等一下全部把它加起來的話 這個d就消掉了 那你馬上可以把x算出來 這樣設有個好處 它說最大弧是最小的三倍 最大弧是最小的三倍 我就說x加上3d 最大5是最小的三倍 x減掉3d 然後呢 它全部的這個圓心角 或是說它的弧度 全部的弧度是360度 它張出來的角度 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360度 這個單位都是度 這個單位是度 這個代表呢 對到它的圓心角 所以全部把它加起來是等於360度 全部加起來d就消掉了 所以是4x 是等於360度 好 那它現在問說 這個四個弧 所對應的這個圓心角度多少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那我就曉得說 這x等於多少呢? 4936 90度 那x等於90度的話 那d的話應該等於多少? 我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 這是90嘛 你這個 這是9d嘛 負9d一過去 9加3就12d 12d 12d的話等於3x 3x的話呢 3就27 270 減掉90度 這就是180度 這就是180度 那這樣d的話等於幾度呢? 212吧 那這60 5 我得死 15度 d的話等於15度 那公差的話是等於2d嘛 也就是2d等於30度 所以的話這四個角度 分配多少呢? 90 90 減掉 這個多少呢? 減掉這個 3d 減掉45 45度 這個是等於45度 然後再來再加30度 加30度就75度 再加30度 105度 公差是30度 再加30度 再加30度的話 就等於135度 這把他加起來180 這加起來180 所以全部加起來是360 所以分配是45度 75度 105度 跟135度 的 就不會一次 一萬多 一萬多 的 按摩